香avien Hello 大家好 我是欣田 我是凡凡 我們今天又要吃聖誕大餐 那要吃的呢就是 福田 那福田呢 在新加坡是多年的米其林行 真的很厲害 然後我們之前去新加坡玩的時候 也一直在路上看到 正義都很好 所以就想說 哇 一定要來吃吃看 剛好呢 現在聖誕節他們有聖誕料理 我們就可以來試試看 今年的聖誕節來點不一樣的 來到中餐廳吃聖誕大餐 好 那有沒有發現 我們今天都穿藍色的呢 因為呢 今年福田的聖誕主題就是 藍色聖誕 所以看到有這些很漂亮的藍色聖誕補置 都可以來這邊拍照 打卡 那穿藍色呢 其實還有一個好康喔 等一下來跟你們分享 那我們進來啦 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莆田呢 其實就是福建的一個地名喔 所以啊 這間莆田餐廳 它主要的菜色就是米菜跟新疆鋪菜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點他們的雙人套餐 然後還有現在聖誕聖誕的料理 好啦 那才都上期了 吃這種中餐廳桌菜呢 就是要滿滿的菜 看起來就是超級豐盛 他們也有一個莆田石墜 對 就是食道最特別 然後最推薦的料理 那我們點的這個雙人套餐呢 裡面就有包含的四道喔 食最之一 很細耶 很像什麼法菜之類的 超綿密的 不是分離的 沒有意思 很好吃耶 酸酸甜甜 很開胃 然後它還有一些 那應該是芹菜丁對不對 脆脆的感覺 那另外這個就是義品鮮中卷 嗯 有蒜香 醃製出來很香的蒜 因為呢 我爸很喜歡醃這種大蒜 對 有這種味道 很好吃耶 我好熟悉喔這個蒜味 對 天啊 我超超再來吃 金銀上湯食蔥也是他們的食醉料理之一 欸料很多耶 這個是 迪蛋 對 然後還有蒜啊 湯汁的部分看得出來是有一點濃郁的 這個菠菜料我覺得很多耶 很足 不要看它這樣子一盤 就是它真的是鋪滿 有一個厚毒材的 它的那個金沙的醬啊 吃起來更加的滑溜 而且有一種很潤的感覺 嗯 蜜蛋的有嚼勁耶 這組的我應該第一次吃到不會太鹹 這道就是很可愛 因為你看這個荷葉堡呢 它們鋪天獨創的 有一點像掛包 但是又很像那種炸過的銀絲捲 這邊就是金醬肉絲 然後把它包進去吃 光看這個外觀就一定是好吃的東西 欸真的聞起來就是那種炸銀絲捲的香味 我超級喜歡吃炸銀絲捲 哇好可愛喔 變一個小漢堡 好好吃耶 很多的洋蔥 所以就很有口感 然後又有洋蔥的這個脆度 香度在裡面 我覺得很不錯耶 我很喜歡這個包耶 那個厚度是中間我覺得炸的很好 不會太油 就是肉太嫩 然後那個醬我覺得 跟肉融合的很好 就是它整個草片均勻的 然後然後洋蔥就是甜甜的 而且還有一點就是它 麵毛上面的芝麻 鋪超滿 然後那個白芝麻的超香 你不咬下去之後覺得 還有一個芝麻的香氣 畫了你的眼睛呢 可以 得到快點 這個滷麵呢 也是他們的福田十歲之一 據說就是從唐代流傳到現在的燕客菜 很厲害吧 然後裡面就是滿滿的海鮮 剛剛一送上來就聞到這個海鮮的香氣 蛤蠣啊 還有蝦子啊 等等的 總共有12種食材 這個料真的很多耶 剛剛怎麼加就是都是滿滿的料 有菜有肉有海鮮的味道 然後還有乳菜的味道 不會很鹹 可以搭配其他彩色的一個主食 麵粉跟肉有什麼 白白細細就有 融合的好像很香 我覺得我們今天都選得很好 這一道呢就是新州肉骨茶 是徐漁普天的新加坡料理推薦 這肉也太大塊了 滿滿的蒜頭 哇 香 香香香 熟悉的胡椒味 超級期待肉骨茶 就是這個胡椒味啊 新加坡的肉骨茶 好好吃喔 很好吃喔 這可以去嗎 肉看起來超美的 超爆料 搖開來這裡面就是粉紅色的肉耶 這個醬油讓它變得有點甜 乾味的 嗯 就是可以全部吃完 嗯 怎麼都不留連蒜頭也會整個吃掉 吃光光了 就是一個不留除你的料理 有沒有覺得吃一吃就想去新加坡 對 大家可以期待我們之後新加坡的Vlog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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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快樂 幸福快樂 好 那現在進入呢 就是聖山天陣菜色的系列啦 我現在進入呢就是 女花冠杯 麥片槍 那我們就是選用去殼的大白香 那醃漬過後會裹上粉漿 油漬至金黃酥脆 加入少許的咖哩麵及辣椒 那再搭配新加坡進口的麥片 白糖跟奶粉一起拌湯 最後會加上金黃酥脆的蛋絲奶香味十足 特別的謝謝店長 店長非常仔細的幫我們介紹了這些聖誕菜色 聽完就覺得 好想趕快吃 賣相我覺得就很特別 我剛剛一開始其實第一眼還以為 是不是什麼蝦蜂之類的 而且剛才店長也有特別說 就是這個蛋絲啊 這些麥片就是一定要一起吃 才可以達到最美好的結合 好大耶你看 蠢多粉 很好吃耶 我直接先吃那個粉 覺得很好吃 有金沙的香氣 又酥酥脆脆脆的 口感很好 因為這個蝦很方便耶 它中間都是已經剝好 所以就一口下去就好了 我覺得店長也沒有出 離掉貨的吃 太神實的麥片加那個蛋絲 因為它有那個咖哩 微微的辣椒 但不是咖哩 超新的 好像蛋絲的耶 好厲害 就像是一個餅乾絲 很好吃耶 這好吃有當時黏嘴 出一包 看應該是一隻 這道我覺得應該也要是地點 很有特色 真的在其他地方 目前沒吃過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這個麥片的這個蛋 可以直接配飯 因為那個脆脆的感覺 對有一點點的鹹甜鹹甜 微辣 整個就是很帥甜 但這也是微辣 不吃辣也可以吃 我一定可以 對對對 它不是牛辣 你這樣吃快 你要好好吃 很好吃 因為你就吃餅乾 然後最後加在那種血血 哦 對對對 倒出來吃 是很好吃的那種血血 高級版的 這道是聖誕紅蟲松鼠魚 那我們是將魚肉與補分離之後 魚肉上刻上十字的刀花 並且也將魚肉都散 讓它每一個刀蓬都展開 牛炸過後 它會質感的捲曲 蓬鬆 看似鬆弛的尾巴 最後會搭配我們特製聖誕桿的糖醋這樣子 吃起來非常的酸甜 好吧 我們現在來吃這一道了 這一道也太Q了吧 剛才電腦一般上來都覺得 哇很可愛 它有鼻子耶 聖誕猛蟲 它被我們吃掉了 有點慘 而且它這個真的很漂亮耶 這整隻的鱸魚 然後已經去骨酥炸出來 哇 而且看這個刀工 有比較菱形這樣切 是公蔬菜啦 公蔬菜 可能一定要趕快來吃 上面就是糖素醬 沒有人不喜歡 怎麼那麼好吃 糖素魚 我自己本身超喜歡吃鱸魚 鱸魚對身體很好 大家也可以多吃鱸魚 對 直接夾起來就是一塊一塊的 炸一塊的 超級來源 因為它這個糖素醬 就是做一種 聖誕大餐 紅紅綠綠的 好可愛 這道放在那個桌菜上 就是超級夾的 對 現在電腦我們就有說說 為什麼比較松鼠 因為它這個炸起來 超級松鼠的巴 這一道這道菜 就燒了 一大盒松鼠 一個松鼠家族 不好意思 喂 它只要頭在 它就在 對 它好像很適合拿黃甲的吃飯 它長得可愛 霧顏六色的 但是你就是炸我 這道 我們脆筆機是 歷經了九道複雜的工序 它歷經兩天的製作時間製成 吃起來的口感 外皮酥脆 肉質鮮嫩多汁 會令你吃醉的味 耶 最後就是這一道 這道也是超級漂亮的 很聖誕感 看這道看到不久了 而且剛才聽店長的介紹 就是這個烤雞也不簡單 就有黑魚土雞 過程要兩天才可以 烤到這邊 兩天前我在做什麼 它已經在準備今天的事情了 哇 很像吃烤鴨的那種感覺 那個皮很像烤鴨 對 好神奇喔 很像那種脆皮烤鴨的那種感覺 怎麼這麼厲害啊 它真的不是鴨 那就是大家平常吃的那種烤鴨脆皮感覺 味道就是都瘋存在裡面 肉也是夠味的 這也超配分的 看這個漂亮的脆皮 哇 真的很美耶 色香味 味道我覺得真的很經典 很特別的炸雞 因為它其實有經歷了很多道程序 對 像是鹽脂啊 然後風乾啊等等 然後在高溫油炸 才可以炸出這樣子 它的皮就是 因為我們剛剛是用烤鴨來做比喻嘛 就是有點類似那種感來的 它就是有一點浮起來 然後有點酥酥脆脆的 但是就跟平常吃到的 不管是烤雞 或者是炸雞 都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很有特色 這真的是一個功夫料理 大家會不會很好奇 我們手上這杯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白葡萄氣泡椅 怎麼樣可以有這杯飲料呢 我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就是我剛剛前面講到的 我們今天穿藍色的秘密 只要在1月8號之前 來莆田吃飯 然後穿白色或者是藍色 拍照打卡就可以免費獲得這一杯 喝起來就是酸酸甜甜 有一點香檳的感覺 搭配今天的每一樣料理 就會有一種 又增加了它的風味跟層次 整體的都很大喔 而且我覺得就像你前面這樣 我們今天點的都很好 就是沒有一道菜 感覺雷刀 或什麼啊 很會點餐耶 也真的量都很多 所以今天我想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吃光光 看不到完食的畫面 但沒關係 我們絕對不會浪費 一定要帶回家 慢慢繼續吃 其實我覺得中餐廳的好處就是 不管兩個人啊 或是知道六人八人 就是做一整桌的那種氣氛 感覺都很好 對 今年大家也可以考慮一下聖誕節 來莆田這邊慶祝 像我們一樣就是可以吃一個 滿滿的桌菜 而且不管是年菜啊 新加菠菜 我覺得他們真的都做得蠻好的 大家可以來品嘗看看喔 那我們也有過一個特別的聖誕節啦 祝大家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謝謝你的收看 我是星田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記得喜歡 訂閱開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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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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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快樂